中国的长江三峡大坝 曾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 而且还是中国有史以来建设最大的水坝 但事实上世界上最大的水坝 可能只是重看不中用 根据路透社报道指出 中国的长江之流正面临着 创纪录的水位和致命洪灾 而专家们也越来越怀疑 到底长江三峡大坝 能否完成原本的任务 就是防止严重洪灾 中国在1996年开始建设 三峡大坝 而自2012年建成以来 这座位于湖北省的水坝 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坝 但由于周期性洪水 一直是该地区长久以来面临的问题 因此防洪是三峡大坝的主要任务之一 三峡大坝高约181公尺 长2335公尺 然而根据路透社报道指出 这并不足以应付长江的水位 根据美国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 David Shankman教授指出 长江的水位已经达20年最高点 CNN报道指出 自六月以来 洪灾已经影响了3880万人 其中包括224万流利失所的居民 还有141位因为洪灾死亡或是失踪的人 好 那对于这一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的领导会怎么说呢 在记者会上水利部的叶建川副部长表示 排水是根据详细时间表进行的 而三峡大坝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洪水 影响了这么多人还说是有效的 嗯 你说有效就有效咯 最近穿搭式摄影机捕捉到纽约市警局的一名原警 殴打一名无家可归的男子 还将他从地铁车厢上拖了出来 纽约警察局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 于7月15日表示 已经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遭了远警殴打的男子 被确认为30岁的Joseph Triano 这起事件发生在5月25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 两名警察要求Toriano 离开几乎空无一人的地铁车厢 而他刚好又在新冠大流行中 一个人占据一个以上的座位 在他拒绝远警的要求 又在他据说踢了远警的手之后 远警不断地揍他的脸 然后将他扔出地铁 再用胡椒喷雾喷他 让我们来看看这段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别让他们打 进去 到底是没路事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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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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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fazer 不要 no 沒有 プid 很重要 站在壁 Tyler 坐 ベ матери 절 你是 是 急 拜托 拜托 Johnny Johnny 拜托 I can't breathe Oh my god John 拜托 Johnny I got it Get his legs Get his legs 拜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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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his leg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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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it Set his legs Set his legs Get out of here Sal you fucking I got the knee Relax relax It will be fine Please sir Relax It will be OK Relax Just relax I can't get up please I'm having a kind of texture Sir please Sir you need to sit down and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It hurts please I understand it hurts the more you move the more it's gonna hurt though It's gonna lock down on you just need to relax The more you relax the better you'll feel Please sir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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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breathe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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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Please don't I'm sorry Guys Please Al you're killing me I'm gonna flatten him out I'm gonna flatten him out Al please Oh my god please Please guys please Please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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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Al Please Al Please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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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难以置信的是 纽约警局竟然指控Toriano 拒绝逮捕 阻扰政府管理 以及违反当地法条 而且曼哈顿检察官Sires Vance 竟然还将他的罪行 升到二级侵犯 在7月15日当天 地方检察官的一位女发言人解释说 Toriano之所以被控犯下殴打罪 是因为逮捕他的远警说 在逮捕过程中有受伤 该名远警声称 由于他被踢到 他的右手指关节红肿 他没办法在不痛的情况下开合手 在调查之后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现在正在撤销袭击的指控 代表Toriano的法律援助协会 在官网上发表声明 呼吁将影片中两名援警解雇 协会先前还呼吁曼哈顿地方检察官 要基于正义的利益 撤回对他的指控 他们还提到 尽管看到了逮捕画面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 仍然选择将Toriano的罪行升级 相当令人震惊 吓坏的Joseph Triano 对城市报表示 我感觉我的心脏快要掉出来了 他还补充说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做了什么 然后看起来很像我 我才会被这样对待 Tomo News之前做过一则报道 关于中国境内的一些公司 有的时候会用一些方式 侮辱和折磨他们的员工 来惩罚他们没有达到销售目标 这些方式都会打着团队的名义 而今天这则新闻 哎呀 真的太超过了 中国四川移民女员工 真是有够惨啊 因为业绩没达标 就被主管要求吃下死神辣条 来作为惩罚 但没有想到这一吃下肚之后 哎呀 女子立刻被送医急救 被医院救活之后回到公司 公司直接还跟他且八段 根据这支在7月15号 上传到秒拍的影片啊 女员工与六名同事 因为业绩没达标 就被公司擅自决定 要求吃下死神辣条 来作为惩罚 说实在的 任何长眼睛的人 都能从包装看出来 根本就会辣爆你的菊花吧 被惩罚的其中两位员工 在禁食之后立刻被送入医院 而女员工胃部则是出现了 剧烈疼痛而晕倒 医生诊断出 她当时出现了胃抽筋 和肠胃炎的症状 更糟的是呀 这家公司拒绝弥补 七名员工吃辣条的损失 只愿意支付他们的医疗费 然后 对 还有然后 当女子回到了公司时 公司竟因为女子不认同 公司文化而被开除 什么 这是什么公司文化 折磨你应该不折磨你悲哀吗 打扯狼性文化招牌的企业 体罚侮辱员工的社会新闻 我们都看得太多了 即便你乖乖服从 吃死神辣条 吃到自己去住院 但是雇主依然会无情无理地 将你一脚踢开 这就是他们所崇尚的狼性嘛 一个健康的社会 是应该形成共识 共同地去抵制这种企业文化的 很多时候 那其实不过是盘剥的借口而已 这只鱼的嘴唇和下巴好像人类啊 这只具有奇特外型的怪鱼 在社群媒体上爆红 因为它的嘴唇和牙齿太像人类了 据金报报导 有名钓客在马来西亚海域捕获这只独特的鱼 嘴巴和牙齿的形状像极了人类 因此照片上传到推特后就吸引了大批网友转传 许多人质疑照片的真实性 是否真有这只鱼 还是只是场骗局 但证据显示照片中的鱼正是一种有齿鱼种 据人民邮报报导 这只鱼为灵豚鱼 是一种马来西亚海域常见的鱼种 目前大约有40种灵豚鱼 多数鱼种具有鲜明的颜色 并栖息在热带与亚热带海域 据国家地理报导 以致功德灵豚鱼具有领域性和攻击性 会攻击入侵者并用牙齿对抗螃蟹和海胆 活泼虾壳时要小心啊 新加坡一名男子遭食肉菌感染 因此必须截断幼食指 先前男子从传统市场买了虾子 在他活泼虾壳时 手指意外遭到虾壳刺伤 男子表示这不是他第一次被虾壳刺伤 他以为伤口会跟之前一样自行愈合 但隔天 男子的手指开始发黑 并出现了轻易度发烧的症状 去到大巴崖24小时的诊所后 医护人员建议他必须立即转诊到大医院 接着他在同天傍晚进行手术 并住院7天 其中2天 还住进了家户病房 男子的主治医师表示 男子很幸运 如果他延误一天就诊 他可能就要截掉整只手臂 或者甚至有可能丧命 因为细菌感染 已经扩散到了他的腋下处 男子继续教训并提醒大家 之后清洗活虾或其他海鲜时 务必要小心 疾病管制中心的资料显示 创伤胡菌是由新鲜或围巾烹煮的海鲜 所造成的细菌感染 如果开放性伤口 接触到新鲜海鲜 也可能会从伤口发生感染 疾病管制中心表示 有许多人遭创伤胡菌感染 而必须接受重症照护或四肢截肢 此外有五分之一遭到感染的病患会死亡 有时感染一到两天之后就会发病 创伤胡菌感染也可能会导致坏死筋膜炎 是种造成开放性伤口周围肉坏死的重度感染 部分媒体报道 此类型感染为食肉菌感染 但死性筋膜炎 是由一种以上的细菌造成的感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